掌聲鼓勵 紅花青香 謝謝 我的天 謝謝 怎麼樣 現在快要跟你雅兵差不多了 當初就叫你娶我 你不娶 那不行啊 那我就找 我就不行了 那你要拉脖子的話 我們那個意思 那可以吃底下起 那你除了拉脖子以外 你下面 我不用 那個我用不著了 那個很少 他們現在聽說有可以把這個拉 好啦 好啦 這個性還是不敢 不是 我要告訴你一小嘗試 現在男人也可以把他拉脖子 哎呀 好 用不到 你拉脖子幹嘛 神經病 好 我們掌聲謝謝余天 好妹 恭喜 神經霈 在東南亞時代 余天兩個字還是想叮噹 雖然他一段時間為了正事 他已經脫離 他這次呢 我親口作證 我在馬來西亞演出 他還是最高票房 今天他來我真的很開心 也謝謝大家 我比較希望齁 你現在已經減肥了 然後不要像以前就是 口頭上這樣講 因為以我個人知道的是 你以前碰過的一些男人 然後都不是 對你不是挺好的 正好 正好 聽我講嘛 你就這麼習慣 你的個性還不改了 真的 他以前的一些男人 其實 對他 我不曉得有什麼目的啦 可是我好幾次他有什麼狀況都會碰到我 那我都在場 那我是希望他 因為現在也有年紀啦 對 所以余大哥講得對 好好找個男人 好好因為老了總是要有人在旁邊照顧 無所謂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年紀有沒有 好 那你就無所謂也沒關係 我只是奉勸你 而且我不要 自己再傻了經常被騙 不會不會 余大哥你放心 我現在甘願不要 我寧缺勿賴 OK 那你這樣講 不要去老是講別人 誰跟你誰跟你 不要去講出來 對 這樣不舒服的 對 其實很多都是宣傳的 對啊 對啊 那你就不要去講 而且諸葛亮好像我在國外聽說 我是看到報紙說好像要跟你道歉 如果不道歉 如果你不原諒他 他還甘願不唱 你看 玉天的power多強 他說又要再跑路 不用跑了 跑什麼 還有這段時間呢 這個記者會完了之後 我會開始在一連串的電視上 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記得台灣還有一個陳金沛 OK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